凤卿二天妖皇背景到底有多可怕 为何凤卿二秀出天妖皇血脉之时 雷尊者竟然敢趁机威胁风尊者 而且万万没想到 实力最强的风尊者竟然当场认识 凤卿二的真实身份乃是天妖皇族 表面来看只是凤卿二加入风雷阁败入雷尊者门下 实际上却是风雷阁高攀天妖皇族 在雷尊者看来 只要借用凤卿二的关系攀上天妖皇族 风雷阁的未来必将前途无量 超越星云阁也是迟早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凤卿二秀出天妖皇血脉的时候 雷尊者竟然敢趁机威胁风尊者 这里需要先来看一下中周四格 斗七大陆实力为尊 明面上中周四格的实力和地位相差不大 实际上四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尔虞我诈你追我感 其中星云阁排在老大位置 风雷阁紧随其后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雷尊者只有三星斗尊的实力 刚好风尊者的实力已经达到四星斗尊 虽然两人都是巅峰斗尊 但一星之差足以轻松碾压对手 早期星云阁还有耀臣坐镇 整体实力远在风雷阁之上 四方阁大会的时候 硝烟为救林燕和王臣打了一架 虽然王臣被硝烟轻松击败 可这场打斗也暴露了硝烟的身份 硝烟大闹风雷北阁这件事 早已在中周北遇传的沸沸扬扬 雷尊者身为一阁之主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硝烟 随后硝烟主动亮出戒指和古灵棱火 告诉风尊者他是要沉之徒 风尊者立马起身放出狠话 此人谁也不能动他 风尊者威胁雷尊者 就算风雷阁也不行 大不了两个开战 注意这里是风尊者率先威胁雷尊者 接下来则是硝烟大战凤青儿 老一辈出手难免落下一大欺小的骂名 可雷尊者又不坑轻易放过硝烟 于是在见尊者的提议之下 让凤青儿出手对付硝烟 当时凤青儿已经顺利晋升斗宗 加上风雷阁顶级斗技以及天妖黄血脉 雷尊者坚信凤青儿拿下硝烟应该问题不大 只可惜四位尊者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低估了硝烟的实力 除了炼化三成魔毒般提升实力之外 硝烟施展天火三旋变还可以提升两颗星斗气 一番打斗之后 凤青儿竟然被硝烟压着打 无奈之下 凤青儿只能暴露天妖黄血脉施展妖黄圣像 见到妖黄圣像之后 风尊者也被吓了一跳 因为他担心硝烟打破凤青儿 倘若硝烟真的打不过凤青儿 风尊者打算出手救下硝烟 没想到雷尊者趁机威胁风尊者 希望他不要轻举妄动 按照雷尊者的话说 天妖黄的地位你我都清楚 倘若贸然出手得罪整个天妖黄族 一个小小的星云阁估计会从中州抹去 面对雷尊者威胁 为何风尊者会当场认识 然后声称自己不会插手小辈之战 其实天妖黄族的势力非常可怕 虽然天妖黄族比不过太虚古龙族 可族内的高手也很多 已知族内教得出名字的斗圣强者就有四位 随便一个出手都能轻松灭掉星云阁 风尊者说他曾经也和天妖黄族打过一些照片 自然知道天妖黄族的可怕 正因为如此 所以面对雷尊者威胁 当时风尊者确实不敢轻举妄动 只可惜雷尊者也低估了硝烟的实力 凤青儿的天赋果然可怕 可他的天妖黄血脉还不够纯正 最后施展妖黄中也打不过三色佛怒火莲 硝烟的表现果然没让风尊者失望 火莲爆炸之后硬是打得风青儿跪地求饶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虽然纵青儿不敌硝烟输掉比试 但不得不承认 天妖黄族的威胁却很可怕 就连雷尊者也敢趁机威胁风尊者